政权开发的马总统一切格外讽刺 三新闻最后报道 刚可以看到说作家张晓峰说呢 马总统是好人 但是呢不要做破坏自然的帮凶 那么究竟马总统是谁的帮凶呢 媒体人黄创夏就在自己的部落格当中提到 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行政院长吴敦毅 维护202兵工厂师弟 作家张晓峰要马总统不要成了帮凶 究竟马总统是谁的帮凶 张晓峰没明说 媒体人黄创夏却在自己的部落格提到吴敦毅 黄创夏的文章当中提到 在刘兆玄担任隔魁期间 仍是以当下低密度开发的生计园区为主 之所以大逆转 黄创夏认为问题在吴敦毅 吴内阁首次处理202规划的第一场会议 最可疑的地方是现任行政院秘书长林中森 抛出了卖202给财团的风向球 因为林中森认为这块地可以变成信义计划区第二 价值可是五六千亿元 说话很小心 不多谈202冰工厂失地 对于外界关心 刑建院副院长朱立伦 未来投入新北市长选举 内阁会如何改组 吴敦毅还是卖关子 如果立伦确定明天被征召 照预定的计划 他明天黄昏就会写这个 赤产 所以后天 后天我就会看到了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个谱 那就离谱 新的首长一定是会无缝接轨 是没有问题的 撇开内阁改组 现阶段202冰工厂失地如何开发 引起关注 政府一举一动都牵动敏感的环境保育跟政商关系 三立新闻 谢礼文黄大风陪我报道 今天的八点最近报